感谢我们的网友抽梦雨的dolay 那另外还有人说 有这个好康就会有爱心 非常感谢你 我们另外来看到 这个一样是选战焦点 在民进党桃源市长候选人郑运鹏 他在大陆经商的经历 最近也成为了话题 郑运鹏说他从政这么久 第一次被抹红 而且抹红的还是国民党 就大概说他是他遇过最荒谬的事 不过台北市议员徐红廷 他就认为了 其实这件事情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双标 因为没有人逼你去大陆赚钱 你自己都用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去跟这些公司合作 表示你真的从到尾 你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那你如果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情来做什么 来做操作对立的红利 所以我觉得民营党的问题就在这里 今天这整件事情 最大的重点是双标 而不是说什么 专利只有谁能申请或怎么样 也就是说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我们常常在看 第一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第二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还有第三最关键的 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的选择是什么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第一你郑云鹏你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 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你的核心价值看起来是什么 只看出来是钱而已 在选择上最简单就是什么 你连你今天有可能 因为你自己说过的话而被怀疑 然后你都还愿意为了赚钱 去把这个名字签下去 这就是你的选择啊 所以意识形态核心价值 然后再加上你的政治选择 我个人认为 郑云鹏你要回应的是这三点 而不是告诉他说 那个什么专利一定要到什么 哪里去申请 我是不得已的 我是被逼的 有人逼你去赚钱吗 就是这样子 在我念下一则新闻之前 我刚看到聊天室 不知道是谁带起了 说鸡少成多吗 原来是鸡少话谈 到底是谁给这个人的勇气 在聊天室里面讲这么冷的笑话 好在下一则新闻 先问大家这个 基数13579 想问大家偶数是多少 您可以在聊天室告诉我 我等一下下一则新闻跟大家解答 不过刚刚提到郑云鹏 他自己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填写中国台湾 这侧意很忙 一方面要帮忙他来辟谣 另外一方面还要把同样的风向 也带到高宏安身上 说他叫做有路安 但是却被了时事评论员黄阳明说 抹红列车又翻车了 因为那张专利证明 申请人是资测会 而且申请时间是2016年 蔡政府执政之后 结果我网友发现 原来这张图 他这个申请的 申请人是资测会 这不是高宏安申请的 是资测会 这个圈起来这个地方是资测会 而且时间是2016年的这个十二月 是蔡政府执政以后 蔡政府执政以后的资测会 拿了高宏安的发明的中心 去对岸去申请专利 然后你现在要说是高宏安 是这个有路安 这是不是又翻车了 这个抹红列车他又翻车了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开始说到中国大陆 就是洪水猛兽 就是这个有中资 就是这个万恶冤首 是谁订定这个双重标准 而现在检验我们就用一个标准 当你今天你打别人 你就说是这个中资 是这个红钱 是田中 结果自己去 我是无奈 我们这个当时也快失业了 我必须要去赚这个钱 你今天用这个东西再去打高宏安 我觉得这个就奇怪了 因为申请的主体不是高宏安 申请的主体 他虽然做了一个发明 但是申请主体是资测会 那资测会又翻车 所以我才觉得 我还说这种检验 就是不堪检验 就是这种双标 你今天只要双标 就是不堪一击 我觉得我们这次选战 让大家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大家 如果今天从头到尾都同一个标准 你就不会 这个翻过来翻过去 那个叫这个 这个周星驰的这个 巴黎铁塔式的这个亲吻 就不用翻过来翻过去 基数是13579 偶数是什么 偶数成雷 我们来看到在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 王玉敏呢 在今天特地北上台中请议 台中市长卢秀燕 亲自分享这城市运动 以及长照政策成果 这也让王玉敏大叹 嘉义县一座运动中心都没有 台中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幸福城市 更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 回去可以作为 未来嘉义县政的蓝图规划来参考 现在全国的民众那越活越健康 越活越高龄 所以我们对于资深的长辈怎么照顾 那包括医疗运动 守护等等都要加强 第一个台中市我们恢复老人健保补助 台中市大概八九成以上的长辈 每个月不用缴健保费 由台中市政府边电预算替他们缴 这样子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这样长辈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个我们的ABC长照据点 有1570座是全国最多 第三个我们的长青班有1000班 那这个也是全国的数一数二 资深公民我们会给他们 净老爱心卡 那这个每个长辈每个月1000点 他甚至可以到国民运动中心里面 去抵脚 然后包括要去看医院 他有关号费也可以抵脚等等 他是可以全方面的运用 那也因此我们把台中市有关 对资深公民长辈的福利 那他本身的一些运作 等等相关的情形跟王委员 来这个沟通 那城市之间本来就应该 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同样是老人 但是生活在台中的老人 真的是太幸福了 那我希望呢 藉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观摩 就是要去强化 现在加一线做的很不好的地方 包括现在加一线老人 除了中低收入的老人之外 其他人都是要自费的 那这一点呢 我希望未来当选之后 也可以效法我们这个鲁县市长 就是给加一线的老人这个健保费 都全部免自费负担 那另外一个加一线其实是连一座国民运动中心都没有 我们看到整个台中打造成是全民运动 然后这样的一个酷城市 那但是加一线的连一座运动中心都没有 这真的是差太远了 今夜的是这个不老棒球队 我也要组加一线的老人棒球队 我希望可以来一场联谊赛 而今晚看到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 在今天下午她为国民党市议员候选人蔡金燕 竞选总部成立站台 她受访的时候也针对了中游大陵炼油厂的公安灾害 以及在今天凌晨 陈其迈钢山区造势舞台 遭到了喝醉男子给撞毁 甚至还有日前发生的当街砍杀案 在在都凸显出高雄的治安跟公安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柯志恩也讽刺了这个陈其迈 你只有到选举的时候才会震怒 我想大陵的这个炼油厂所发生的这间公安意外 我们都非常的遗憾 但是就我们了解过去一年当中 市政府已经对大陵炼油厂违规的事件 已经罚了四次了 但显然是还是罚不怕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赖瑞隆立委曾经质疑过这个桃园的炼油厂 发生的爆炸的这个事件当中 那时候的中游还信誓旦旦告诉大家说 大陵炼油厂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很显然中游的承诺是完全是跳票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居民来说的话 他们是244小时都没有办法心安 不是市长震怒就有办法解决的 罚也罚的震怒有震怒的 居民的安全还是在恐慌当中 我觉得市府应该拿出更积极的动作 那额外我还是要提出来 高雄的治安最近也非常的不情境 像发生的一新二路的当前砍人的事件 还有昨天的酒驾竟然撞到我们市长 这个要来做这个后援会的这个台子 那更不要说有关于凤山的抢案 所以治安不同的样态也让我们的市民心惶惶 所以不管是公安或是治安 我想市府在这一块里面呢 除了震怒之外应该拿出更积极的做法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